課堂上模擬幫忙換衣服 擦拭傷口等任務 臺灣社會的高齡化趨勢帶動長照人才需求 週一部從106學年開始 事辦照顧服務科 雖然中南部學校的招生狀況不錯 但整體看下來 106學年核定292人 招到113人 107學年核定969人 卻只招到244人 狀況不太理想 現在108學年是核定1,219人 目前還在招生中 針對家長和教室團體的看法 教育部指出 因為這是新設科別 所以民眾不太熟悉 會加強宣導長照相關產業 以及學界 業界的未來出路等項目 並將和衛福部研議長照相關證照考核提高誘因 高中值的科別變化 除了增設照顧服務科之外 還有電競科 電子商務科都有人數成長趨勢 至於觀光餐飲 電子電機等科 原本招生人數多 但因為產業變化 少子化 或是有政策控管等因素 近年來陸續減班或停招 其中以餐旅群科減班最多 近三年減招29班 原市新聞綜合報導 直至木下 五坊 辣 大漢橙丁 拉低